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常被一个孩子敲门 刚开始他以为是恶作剧 没想到后来的原因让他大为感动 那么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72岁 李大爷的自述 新搬来的邻居小孩每天都会敲我家的门 我一开门他就嘻嘻哈哈地跑回自己家 我想找邻居理论 可想想自己都是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了 一直忍气吞声 可那天我外出回来 看到他妻子不断地敲打我的门 才知道其中的缘由 我是一名退休人员 性格内向 言语不多 我只有一个女儿 打小我就把她当作宝贝 一直舍不得让她吃一点苦 精心地培养她 只希望她将来能够考上大学 然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为了女儿 我和老伴曾经花费大量大量的精力 就说她上高中之后 数学成绩不太好 我把高中的数学重新学了一遍 然后给她讲解 陪着她一起学习 最终把女儿的数学成绩提了起来 女儿考上了大学 又读了研究生 毕业后 原本可以回到我们所在的大城市 选择一家不错的公司 然而女儿却要跟着她的男友 去一个三线城市 男友是她的大学同学 大学毕业后考上了公务员 留在了家乡的三线城市 我不能理解 我们费了那么多的功夫和心思 希望女儿能进大公司发展 可是她却坚持和男朋友在一起 为此我们多次发生了争执 我老伴也劝女儿 可女儿铁了心 选择去了千里之外的一个三线城市 为此我们的关系弄得很僵 她要跟男友走的时候 我甚至说出 出了这个门 以后我就不再认你这个女儿 女儿小时候是那么的乖巧懂事 又是那么的听话 让她干什么 她从来不会有反对的意见 甚至上了高中之后也一直如此 我记得我曾告诫她 不上大学就不准谈恋爱 她就一直和男生保持着距离 我和妻子都觉得她就是一个乖乖女 我真的没想到 她的丈夫到底有什么魅力 让她不惜违背我和她妈妈的意愿 跑到一个小城市里去 女儿最终跟她的男友走了 她要结婚的时候 给她妈打了一个电话 但我坚持不过去参加她的婚礼 此后多年 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来往 直到我老伴病重 她和丈夫回来了 但是我当时仍然生她的气 当即把她给赶走了 老伴去世后 他们一家人回来了 默默地陪着我送走了老伴 然而又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此后我几乎不怎么出门 偶尔下楼 也是买点生活必需品 和处理掉家里的垃圾 大多数时间都是把自己关在家中 靠回忆打发日子 不知何时 我家隔壁搬来了一家人 房主早就跟儿子住到一块想福去了 这房子一直对外出租 新搬来的邻居是一家三口 年龄跟我女儿差不多 他们有两个孩子 大一点的孩子是个女儿 正在读高中 小儿子只有五六岁的模样 很调皮 每次出门闹的声音都很大 我几乎不用看时间 只要听到外面孩子的声音 就知道大概的时间 那天我听到了敲门声 打开门看见邻居站在我家门口 于是问道 有什么事 大叔 我请你吃个饭 对方说道 不用了 我几乎直接拒绝了 其实心里 隐隐对这个邻居是有些不满的 他家孩子太调皮了 每天下午六点钟左右 都会敲我家的门 等我打开门 那孩子嘻嘻哈哈地跑回了自己家 过了几天 邻居又来了 仍然是请我吃饭 我刚想拒绝 对方却说 我家孩子调皮影响了你 所以想请您吃饭以表歉意 我说你管好自己的孩子就可以了 请吃饭就不必了 然而情况并没有好转 孩子依然每天敲我家的门 依然等我一开门 他就嘻嘻哈哈地跑了 弄得我不胜其烦 心里面甚至想着 等我抓住了这个小家伙 一定狠狠地揍他屁股 有几次 都想去找邻居理论 可想想自己都72岁的老人了 不想跟他们一般见识 也就放任孩子的调皮 后来我却发现 我渐渐习惯了小家伙的恶作剧 如果有一天他不敲我家的门 我似乎还感觉缺点什么 一个在外地生活多年的老友回来了 他给我打电话 我们就一起聚了聚 回来的时候大概快七点了 等我走到家门口 却见邻居妻子和孩子 正在使劲地敲我家的门 看到我后 邻居的妻子连忙说 大叔您出门了 我没有好气地说 你这不是废话吗 与你有关系吗 邻居妻子脸上露出一丝尴尬 正在这个时候 邻居带着小区物业管理 已经上门来了 我问 你们这是干什么 物业管理指着我的邻居说 这位业主说 敲您家门 见您没开门 以为您出了什么意外 所以 我盯着邻居 邻居不好意思地笑笑道 大叔 您一个人在家住 长期不出门 我一直担忧您会出现什么意外 今天敲您家门 您又没开门 所以 我目光盯着那个孩子 孩子似乎很害怕我 本能地退到他母亲的身后 小声地嘀咕道 是爸爸 爸爸让我做的 直到此刻我终于明白了 孩子敲我家门 不是恶作剧 而是确定我有没有问题 心中顿时充满了感激 正想对邻居表示感谢 邻居却说 我是您女儿的高中同学 她一直不放心你 所以请我帮忙 其实 你女儿每几个月 都会从外地赶回来 远远地看看您 听到这位邻居的话 我瞬间实话 想不到女儿一直惦记着我 可是我和女儿之间 这么多年的隔阂 又岂是几句话就能化解的 我摇了摇头 丢下邻居回到了自己的房子 可内心却很不平静 此后一段时间 每天六点多钟 我依然能够听到敲门声 为了让邻居放心 我还是打开了门 小男孩依然很畏惧我 只要听到门有动静 飞快地跑回她的家中 有几次我想叫住她 可刚开口 那孩子跑得更快了 就这样又过了几个月 邻居再次敲开我家门 说她和妻子的工作 有些变化 孩子放学后 他们可能没有时间接 想请我帮忙接一下 我当即就答应了 没想到孩子听说 我放学去接她后 当即哇哇大哭起来 很委屈地说 她不要怪爷爷接她 弄得我哭笑不得 为了消除孩子对我的恐惧 我专门邀请他们一家人 在我家吃饭 给孩子买了不少零食 其实我邻居家的条件 也不算太好 二人靠打工挣钱 房租不便宜 家里还有双方的老人要善养 所以当孩子窃窃地 跟父母走进我家的时候 看到我家里那么多的零食 差点流口水了 这一次聚餐 也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此后我和邻居家的关系 相处得越来越融洽 小家伙放学后 经常不想回自己家 待在我家里 满地打滚 遇到周末 小家伙干脆就赖在我家 我当然也给孩子 备了不少好吃的 不知不觉几年过去了 我和邻居更是亲如一家人 后来邻居的女儿 考上了大学离开了家 我干脆让他们 把90平米的房子退掉 住进我家 我家120平米 三室两厅的房子足够大 住上他们夫妻 加一个孩子 也足够宽敞 而且他们每个月 也不用再额外出 将近5000块钱的房租 水电和物业管理费用 有了邻居这一家人的加入 我的生活 似乎有了很大的改变 这对夫妻对我很照顾 把我当成他们亲生父亲 一样赡养 我不再像以前那样 整天窝在家中 而是担起了接送孩子的任务 而且还经常去和一些老同事 聚一聚 或者参加一些老年人的活动 日子也算过得安逸 偶尔我也会想 如果和我住在一起的 是我的女儿女婿该有多好 实际上 这对好心的夫妇 偶尔也会在我面前 提及我女儿家的情况 女儿女婿十分恩爱 收入虽然没有一线大城市高 但幸福指数不比在大城市低 他们希望我能够重新接纳女儿 以后让亲生女儿来给我养老送终 只是要跨过那道坎 对于我来说还需要勇气 不过我已有打算 什么时候让他们进家门 我们吃一顿 原以为是小孩子的恶作剧 却没想到却是一种关怀 如果老人没有去参加老友的聚会 或许他永远都不会知道 邻居在关心着他的安慰 更不知道女儿一直牵挂着他的健康 这是一个孤寡老人的经历 从文字中能够体会到他的孤独和心酸 老伴去世 一个人整天待在家中 靠回忆过去打发光阴 这该是一种多么孤寂的生活 72岁的老人 相对如今的生活状态来说 根本不算老 很多这个年龄的老人 在跳广场舞或者外出旅游 有的甚至还在进行第二次创业 活得生龙活虎 这位老人却过早地把自己的生活 纳入了暮年 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可能与他的性格有关 性格内向 不许外交 与他缺乏亲情有关 唯一的女儿 违背了他的意愿 远嫁他乡 与他的心理状态有关 长期这种孤独的生活 早就让他的心理上出了问题 或许在外人眼中 他早就是一个怪人了 小孩看到他 恐怕都觉得他是一个怪爷爷 看到这个故事 志恒觉得 老人已经72岁了 接下来的日子 应该好好珍惜和女儿的亲情 不要再对过去的事情耿耿于怀了 既然女儿已经主动留意老父亲的生活 必然也希望和老父亲丁事前嫌 重归于好 而且相信 只要开口 女儿以后也会悉心照料老父亲的生活 从这件事上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远嫁之后 产生隔队的父母与女儿之间的关系呢 一 相互理解 对远嫁的女儿多一些包容 父母和女儿之间 毕竟有血缘亲情的关系 这一层关系 是无法用其他东西替换的 女儿出嫁 只要不在父母身边 无论是在吉里之外 还是远在天涯海角 父母都会牵挂于心 担忧女儿在外吃苦受累 过得不好 这是父母本能对女儿的爱护 所以很多父母不希望女儿远嫁他乡 尤其是嫁到千里之外 作为女儿 在自己选择伴侣的时候 一般不会考虑到距离 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 即便远隔千山万水 也会因为爱情而走到一起 女儿为了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追求自己的幸福 不会过多地考虑父母的感受 就容易忤逆父母的意愿 作为父母 要包容女儿的选择 只要女儿过得幸福 她远嫁他乡又何妨 何况如今的通讯和交通如此发达 即便远在千里之外 也可以视频 也可以乘坐交通工具 几小时抵达 而当女儿的也要理解父母的一片爱子之心 他们怎么想都是为了女儿的将来着想 希望女儿过得好 所以父母和女儿之间 一定要相互理解和包容 女儿就可能经常回来看望父母 即便老人的老伴去世 她也不会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生活 生活质量肯定比现在好 二 接纳现实 双方以后多联系 多走动 无论是亲情还是友情 长期不联系 不走得动 感情就会渐渐地淡化了 即便是父母和远嫁的女儿之间 虽然有一定的血缘关系 但是长期不接触 双方都只会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圈子里 也会渐渐地把对方当成了可有可无的人了 女儿要远嫁 女儿今后过得好不好 幸不幸福 都是女儿自己的选择 父母既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那就主动接受 父母平日多和女儿联系 问问女儿在婆家过得怎么样 在她们结婚初期 要多帮衬过扶持一些 让女儿女婿能够感念你们的好 尤其是女婿 知道你们挂念女儿 有你们真情付出在前 她们应该也会对你们的女儿更好 作为女儿 不要嫁了人就忘记了父母 平日多给父母报平安 多关心一下渐渐老去的父母的身体 无论工作有多忙 都要回去看望一下父母 陪他们住一段时间 父母渐渐老了之后 有条件的女儿 就把父母接到自己身边 进行照料 相信双方能做到这样 距离不再是问题 说不定父母和女儿的关系 会更加亲密 三 不能接纳的 要通过第三方介入缓和关系 父母和女儿之间 不会有什么仇恨 即便是因为关系恶化 恨多于爱 双方即便很少接触 可因为血缘关系的原因 双方不可避免偶尔会想起对方 面对父母不能接受远嫁的女儿 可能需要先冷静处理 就是长时间不联系 极少接触 甚至不接触 让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 时间长了 必然有一方也会心软的 或许双方就会找一个 由头再次联系 重拾亲情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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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